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星巴克咖啡在美国的售价一般为两三美元左右 贵一点的大概四五美元 把星巴克的价格换算成人民币 星巴克在中国价格大约上涨了1.5到2倍左右 可是如果考虑到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月收入差距 一杯星巴克咖啡在中国就值钱多了 对一名在中国月收入3000元人民币的消费者来说 一杯星巴克咖啡大约等于它月收入的1% 但是对一名在美国月收入3000美元的消费者来说 同样的一杯星巴克咖啡 只相当于它每月收入的千分之一 你觉得星巴克贵吗? 在美国星巴克的竞争对手麦当劳甚至创建了一个网站 叫做非势力演咖啡 讽刺给咖啡杯大小起了特殊名字的咖啡是势力演咖啡 在这个网站上 你甚至可以给你的朋友发出一封量身定做的干预信 提醒你的朋友不要浪费钱和精力在势力演咖啡上 你如何看待星巴克的咖啡语言? 我认为这只要有一个解释 因为如果是你的第一次在 Starbucks 然后你不知道什么大小是或大小 我认为大小是大小的 我认为我认为他们的名字 我认为他们的名字是一样的 我认为他们的名字 有没有原因不兴趣和你的风格 我认为不不 我不确认 我认为我认为它有点不好的 但我喜欢它 我认为他们真的不认为他们的名字 我认为他们的名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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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08年2月一个星期二的下午 全美国7100家星巴克咖啡店 宣布停业三个半小时进行员工培训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训练员工 如何制作出真正的意识能做咖啡 在这三个半小时中 星巴克的竞争对手之一 Dunkin Donuts 推出了99美分的特价咖啡活动 用以招来顾客 星巴克在这停业的几个小时中 损失了大概有600万美元 提到星巴克你会想起什么 如果说星巴克在美国是买咖啡 到中国来则成了销售情调和文化 这一说法在中国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最黄金的地段 最讲究情调的顾客 一派小资心仪的优雅和浪漫 如果改走平民化路线 星巴克在中国是否也会重蹈 昔日鳄鱼品牌的覆辙 被时尚达人们所抛弃呢 那时的星巴克咖啡 还会是时尚小资们的最爱吗 在中国这块曾被认为是海外最大的市场上 星巴克会有怎样的表现呢